管委员好 这个内阁士气低落 形象很差 其实整体的问题是 整个政府自我感觉良好 从总统一想 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执政党的委员说的重话 比我们反对党的委员 说的话还要重 你再回想一下杨立淮委员 如何的语重心长 所以自我感觉良好的最大的 问题是出在于你根本没有 办法真正面对问题 要真正的面对问题 要能够勇于面对 我们施政绩效上面的落差 然后你才能够就事论事 针对问题去促进自己 改善的方向跟这个 施政的绩效 就这个部分你自己觉得满意吗 公共共同委员会 有面对问题的能力吗 我们一直觉得永远有改善的空间 永远有改善的空间 而且我们很积极的在努力 我最怕的是你们要作假 我看到今年的预算书送进来 真的心惊胆跳 还有今天主委今天在这里整个 你的报告里面 你一直提到路评专案的时候 我认为你印象中觉得路评专案 已经大幅的改善 而且民众都知道你们有大幅改善 看你们的预算书第十九页 都觉得说民调民众的满意度 有提升啊 然后希望继续做啊 这个结果印证了我们的绩效啊 怎么会送出这样的预算书呢 你们民调的结果为什么不敢公布 主委 好我想 我们工程会一百年度的时候 你们做了一个民调对不对 透过公关公司去做 对对道路施工跟管理维护看法的民调嘛 对 这个民调结果其实是负面的 按里面预算书把它写成正面的哦 其实这个这个方面 都有一直要提升的空间 这里面所有民调结果 其实这一本民调结果报告书 他从开头跟结论全部是负面的 开头调查结论的开头 马上他就讲说 关于道路平整度的改善情形 28.1受访者认为有改善 15.8认为变差 53.0觉得和以前一样 相较于99年认为有改善的比例下降 2.7% 感觉变差的比例增加1.2 整体是这样开头的哦 然后他的结论是怎么结尾呢 他的结论是此项调查跟99年度比较 除了人孔盖减量有正面以外 其他的调查都不若往年 尤其这个修补坑洞满意度 跟路平翻案整体执行绩效满意度 双双下滑呈现显著退步 值得关注 这个报告书本席特别去调 因为我看说奇怪 你们的预算书送进来这么正面 为什么跟民众的体会差那么多 所以去把这个调出来你们的民调报告 原来你民调报告根本不敢公布 然后呢假照 假照正面的资讯送到国会来 你看看 道路平整改善情形 退步 有改善的退步2.7 变差的呢 增加1.2 等于是退步1.2的意思 然后坑洞修补品质退步2.9分 道路重铺平整度退步0.8分 对路平方案整体满意度退步4分 双双下滑呈现退步 结果你预算书写的是结果相当或略有提升 跟委员报告 自我感觉良好莫此为甚 我想也有28个person他认为有改善的 所以这个老实讲 99年认为有改善的是30.8啦 其实我跟委员报告 所以是退步的问题你还在这里变啦 有退步嘛 民众的感受每一题都退步嘛 然后你们所写的有半数以上民众觉得满意的 对于这个道路品质的要求 不管是连师之后都出来 全国在补破洞了啦 还要在这里自我感觉良好 今天我很想要看到你 能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在这里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要有的 那我刚刚提到对于路品的要求 我们看得到的是老百姓要求越来越严格 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要求越来越严格 所以政府也要进步啊 真的啊 因为大家现在开始对这些要越来越重 我觉得是正面的 分输退步是因为百姓太吹麻球吃啦 越来越严啦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本习同样对教育部的预算 就把它揭发出来他假造资料 人家部长第一时间马上说 这个不合理我们一定要改善 结果你在这里跟我讲说 是因为民众的标准一年比一年高 所以分数退步 这听不下去啦 主委 你也是学术界来啦 蒋部长也是学术界来啦 你不要把 不要让学术界来的政务官一进来 就被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僚习气污染了 人家蒋部长立刻报纸都有灯 蒋部长立刻说这个不合理 预算书写的跟实际上 完全南辕北侧这个不合理 他也承认预算书不合理 你在这里却说是民众更挑剔 没有这个部分 什么事实证明民众更挑剔 你怎么证明民众更挑剔 你有这个问卷吗 那九成也是支持要继续推动 那就是因为做不好所以要继续推动啊 国家的钱一直花啊 然后呢 其实有一个全民督工是很好的制度啦 全民督工到底有没有绩效主委 有啊这个部分来 全民督工的绩效好不好 全民督工如果做得好 是你们的神经系统嘛对不对 在第一线好好的报案这里路不平 那里施工品质不良 这里的道路施工有问题 让全民督工来替你们做监督嘛对不对 绩效如何 这个部分在今年的第二季 总共就1249件通报 第二季已经有1000多了吗 你知不知道一年大概都有多少案件通报 那平均99年 99年总共3042件 3000多件 然后100年呢 101年100年100年多少件 100年2854件 2854件 好没关系2854件 那这个部分 到底效果好不好 我们基本上都是要做处理的啦 处理的满意度 它有提升 没关系 有没有效果 效果好不好 我想这个部分 2000多件跟3000多件 大概真正指出问题 有协助政府去处理的 大概有多少% 占多少 有效的啦 这2000多件3000多件一年 有效的大概几% 这个部分 因为民众要花成本来报案 绝对不会乱报案嘛对不对 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个案啦 那我们马上会去了解 然后做处理 对啊 真的是有效的检举案 有效的报案大概几% 我们这个部分啊 我们是透过满意度的调查啦 不是啦 我问的不是满意度 我问的是有效的报案率啦 所有的案件我们都要做处理 所以都有效嘛对不对 对啊都要做处理 都要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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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说明一下 你来处理 他的报案真的有效 真的是事实 我们都有列管 都有处理 都有处理 比例多高 乱报案的多不多 乱报案的多不多 蛤 就是有效的报案率高不高 蛤 蛤 你们都不统计你看看 大概整个案件的话 我们去这个成员渡工 大概是受理民众的 民怨的一个管道 对 所以大概整个案件的话 我们都会做一个受理 做一个处理 那处理大概的 处理大概的类型 大概有分 大概 没关系啦 我要知道报案比例 有效的比例啦 你们都讲不出来 很惨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 你看看哦 20100年2700多件 你说2800多件 你们最后颁奖的 只颁奖了5位 然后99年3000多件 也只颁奖了5位 你们年度预算 在这个部分的奖励措施呢 编的预算都非常少 每一年的年度预算 都只有几万块 最多才24万块 20万块 每一年越来越少 从11万变成10万变成9万 而且你们的数字很奇怪 97年绝算数是9万 结果你说我颁奖颁了3个 一个1万 6万跑去哪里 然后98年的绝算数只有2万 可是你们呢 在通报上却写说 7个人得奖 一个人1万 你颁了7万块 结果绝算数是2万 这个数字都牛头不对 马嘴 啊为什么3000多件 或2000多件 每一年得奖的都只有5个3个7个 没有这个部分哦 一方面当然是影响问题啦 一方面我们也是优良的才给他奖励 对本席希望你们扩大鼓励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当作神经系统的体系 而且呢 给他数位化来 本席给你看这个是警政署 警政署的报案系统全部数位化 我全部在线上立即报案 他可以就酒驾的报案 路况的报案 还有茶器逃犯的报案 失踪人口的报案 失窃车辆的报案 全部哦 全部在线上系统 这个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在挂展 连底可以试用 连底可以试用 全部把它弄数位化 而且要鼓励这个系统 因为民众感觉到最深刻的 就是民众啦 对于道路的品质 最深刻的就是民众 因为他每天在受害嘛 所以这个监测系统要重视他 你们现在在压抑他 每一年三千多个案件 你只奖励三个人 你们明明有的有花奖壮 有的有的有不同的奖励 来这个监测系统对你们很重要 譬如说啦 我们政府所有的采购 全部都要在你们的网页登录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 是最容易去发展出一个监测系统的 如果你们去发现 异常性的政府采购 结果你们就要建立一个市井系统 你们现在没有市井系统 有我们都有挑 从里面各种状况去挑啦 过例啦 交本笔啦等等 比如说 品质不好啦 对去查了 譬如说 本席这里就有一个陈情案件 就有一家公司 有一家公司 他三年来 在不同的医院 去投标 结果呢 在不同的医院 投标的金额加起来也上亿哦 也是一两亿哦 三年来 他的65件投标当中 55件都是底价承包 全部是价格标 全部是价格标 65件有55件是底价 有一家医院高达38件是底价 有一家医院高达23件是底价 都是几千万元以上 其余的实践呢 相差很少 譬如说 跟底价只差4000块 跟底价只差1000块 跟底价只差1万块 是这样子在得标 好 本席现在不是要揭发这个案 本席在这里呢 是要说 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 因为所有的案子 招标绝标 在你们这里都有登录 你要去发展出一个监测系统 当你发现 你看这个是跨年度 跨年度 而且是呢 跨对象 不同医院 跨年度 不同医院 可是你却发现 有一个标的 它呢 竟然这么高比例的 底价得标 这个有异常 我们不认为 它一定就是有贪毒 但是至少是异常 在这种监测系统 如果你们能够做出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市井系统 这个市井系统 有没有可能建立 这个有可能 刚刚讲 它就是底价太低 最后厂商照底价去结标 没有没有 这是价格标 你刚刚讲的是溢价 这个完全不是溢价 这个是一开出来 写出来就是那个数字 可以啊 它因为 最低的那一价没有到底价 所以可以给它 优先的一次溢价钱 最后 它同意照底价结标 很多是这样 但是的确 太多这种案子 那个机关 然后第一时间不去查 这个其实都查过 就是写出来的 那个跟委员报 我们这个系统有这个功能 你就再替他讲话 我们有这个功能 有没有市井 有没有都在做 每一年有没有年报 我们是用能工筛选 那我们将来 将来在这个机制上再加强 能工筛选怎么可能 像这种跨年度的 跨单位 跨机关的采购 怎么可能 你们监测的工作要好好做 我今天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应该好好监测的 你们报喜不报忧 然后都不利用现代的 最新的资讯的科系体系 去发展监测系统 太落伍了 跟其他部会比起来 落伍太多了 谢谢 谢谢委员